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听到没有 我是阮木华 今年大盘已经涨了30%了 涨了30%了 今天收在历史最高点 全日最高点的23406点 这个券商对于今年底 这个指数目标最乐观的预估 经过再次上修也不过就两万三 今天已经超过了 大家不断的在改写自己的report了 那我不知道下一个report券商 到底要给出什么样的目标指数价位了 那所谓F4或者讲三网 就讲了全市场全职股 台积电鸿海联发哥广达 今年台积电涨幅是63% 今天台积电收平盘 最后一盘拉上来 硬是给你收到平盘 台积电今年涨了63% 另外这个鸿海今年涨幅达到百分之百 鸿海到今天刚好涨一倍 百分之百 那这个今天鸿海是涨7% 那另外这个联发哥今天涨1% 那发哥呢 今年以来涨幅是52% 那发哥算是这三堂里面涨幅最低的 不过也都超过五成了 那至于说广达今年涨了54% 54% 广达收涨了4% 这个F4真的是超猛的 带领这个台股往上攻坚 当然因为指数涨非常多的 必定就是权重股所贡献出来的状况了 那我们刚看一下台积电ADR 现在盘前又涨了快3% 已经来到每股184美元 今年台积电ADR全年已经涨了76% 你说奇怪了 台积电不是涨63%吗 我说的是ADR是TSN 挂在美国费人半分体的TSN 今年涨了76% TSN呢 现在目前的市值 非常有可能在今天晚上达到万兆 这个万亿 就达到一兆美元的市值了 他现在目前市值已经逼近一兆美元了 在周一呢 TSN已经几下波克夏海瑟威 几下老八的公司变成全球市值第八的公司了 我想巴菲特应该啊 有一点这个唏嘘吧 他当初卖掉台积电 结果台积电现在目前市值把波克夏给几下 他已经变成是美股市值第八大的公司 因为他的礼拜一 因为昨天美股收 休市嘛 礼拜一台积电的市值呢 已经是几下波克夏了 已经成为市值第一了 将近这个一兆美元的市值了 那高盛呢 现在目前给出台积电最高目价价 1160嘛 大摩估计2028年AI占台积电营收比重 会到35% 到35% 我看到外资报告有估到 这个2028年台积电的营收啊 非常有可能会达到 差不多接近5兆台币 现在目前大概2兆台币 也就是说营收还要再翻倍 从现在到2028年营收有可能翻倍 甚至超过一倍的一个营收的增长 那另外2025年呢 台积电资本支出预估呢 是351到400亿美元 今年呢是280到320亿美元 那为什么明年的资本支出 会超过今年呢 是因为明年要全力再投入到 2奈米到3奈米 更先进的制程了 台积电现在目前的整个 COVAX的这个产量 是完全供不应求 据说现在目前整个 龙坛厂是最早的 已经全满 龙坛厂全满之后呢 现在到竹南的部分 竹南现在目前正在进基台 下半年要量产 然后呢 之后呢 现在目前在开挖 开挖 那个嘉义厂 嘉义厂不是最近还挖到古迹了吗 就是现在目前 全部的这个工地都变台建 全台开挖了吗 那下个COVAX呢 会到铜锣 所以呢他现在整个 COVAX一直到后年的 整个设厂的进度 全部都已经铺成好了 你就知道说 他们对于未来的整个目标 营收增长 跟整个产能的需求的规划 是看得到的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我才讲说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根据一些事实来看说 到底这些公司的股票在涨什么 而不是用猜测的 用想象的 这一段我们来赶快连线 富兰克林投顾的 梁佩玲副总经理 梁副总你好 穆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恭喜您升官了 谢谢穆华哥 这个股票节节高升 您的工作也是节节高升 太棒了 你怎么看 现在目前美股的 这样子持续 没顶的这样上涨 台股也是跟着美股 似乎没顶的这样上涨 对 其实我们看到 如果以石坦普白指数来看的话 昨天虽然美股是修饰的 但是如果算到前天 6月18为止 石坦普白指数 今年已经是第31度 创历史新高 那NASDA指数 也是连续第20次创历史新高 那NASDA指数算是连续第7个 交易日收红 是创去年12月19号以来 最长的一个涨势 那你会觉得 31次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代表很多呢 其实答案并没有 我们去看了一下 如果统计从1929年以来 整个美国股市 石坦普白指数 单年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次数呢 其实最高的是发生在2021年 那时候是70次 然后再往前推呢 就是大概是1964年的65次 那第三名是2017年的62次 所以其实这31次 其实大概只是算是中间值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发现到 当美股创新高这个次数呢 是高达有两位数以上的话 通常其实也很难 是一个单年度的一个状况 而是有可能出现 连续好几年的一个情况 也就隐含着就像刚刚穆华哥提到的 其实美股一直创新高 其实当然是AI的一个带动 但是背后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跟它的一个趋势的典范转移 去带动整体的一个股市动能这么强 其实其实还是有背后的一个基本面因素 而并不是因为整个股市创高之后 就一直觉得 可能就是已经高点到啦 可能就不会再就是要赶快下车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如果就几短线来看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提 在6月21号就是这个礼拜 五是美股的一个 就是期货选择权这边的一个 三无日的一个结算 在这部分的确短线上资金面 有一点嘎空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部分的确也是 为什么像今天 其实看起来美股的期货盘 还是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当然整个在期货这部分结算之后 下个礼拜整个盘是或许进入到7月份呢 可能但6月底 因为6月份其实涨蛮多的 尤其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也不排除开始几短线 因为整个14天的一个RSI 相对强弱指标 也创了都已经来到了70以上 甚至逼近了80 的确有一点技术面超买的一个状况 下礼拜或许开始会有一些高档震荡 但基本上其实在整个下档均线 都是一个多头排列的情况之下 我们并不认为整个美股的一个行情 会到此为止 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 只是就几短线来看的话 当然投资人这部分 可能短线上还是要留意 有一些要居高思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讲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如果以现在目前盘前 184美元来算 台积电ADR价格 我们用今天台币汇价32.2来算的话 你184乘以32.2 再去除以5 因为他这个一股表彰五股 除出来我刚算的是1188 台积电今天股价是收980 所以说ADR现在目前是溢价台积电208块 这个溢价幅度达到20% 请问为什么台积电ADR会溢价两成 外国人觉得台积电比较好吗 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觉得台积电不够好 我们没有办法跟上ADR的涨幅 ADR今年涨了76% 台积电你虽然涨了非常多 你涨了63% 但还是差ADR差了十几个百分点 的确 当然其实我觉得ADR交易的投资人 就是对美国投资人来说 当然他会有一个小调 一个会差的一个风险 就是在汇率这一块 比较不用做一个那个 那第二个 当然如果就整个比值来看 当然其实就我们国外的团队 有在投资台积电 他会在ADR跟台股当中的挂牌的股票 其实这当中会去寻找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套利交易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他为什么会有一些价差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包括了交易面 或者是刚提到了可能有一些汇率的因素 或者是等等的 其实会让投资人 甚至是可能就是上涨跌幅的一个限制等等 这部分会让有一些可能机构法人的投资人 他就会比较透过在ADR这部分做一个交易 但我觉得这种价差这么大的状况 其实是不会存在太久的 虽然今年来的确都是ADR在领涨的 就是相对比较强的状况 但我觉得这部分的确有一些聪明钱 还是会在这当中去寻找一些套利的机会 今年大概平均溢价8%了 现在溢价到二两成 算是有偏离的一个情况 因为最近ADR涨的是真的很凶 那当然最近也有这个外资出了报告 说去放空ADR 然后去在台湾买进台积电去做套利交易 这一招现在目前被反食了 被反将一军 为什么因为ADR一涨 你去放空ADR你不是一支培吗 那至于说台积电在台湾涨的幅度不如这个ADR 所以你基本上你怎么套利你还是输 所以这个行情实在是连法人都无法预估了 更何况一般人 我觉得台积电的这个上涨 是因为它的整个AI的动能是可以被预估的 那像外资已经把明年台积电EPS 甚至高的已经看到56块了 之前大家看50块钱 今年看40 后年2026年看60 是正常外资给出来台积电EPS的目标 现在已经给到明年就已经56了 这实在是已经是比之前的50块又调高10%了 所以怪不得股价全面调到1000块以上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瑞士央行今天第二次降息了 这等一下来问一下佩玲 大家还好吗 这个两天没有跟各位见面 各位赚钱的继续赚钱 被嘎的继续被嘎吗 还是说被嘎的已经认赔回补了 还是说被嘎的继续坚持被嘎 我们就不补 反正我钱多我就跟你拼到底 大家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市场有看有多有空是好事的 不要全面倒的看多 或者说 当然不太可能全面倒的看空嘛 现在哪有全面倒的看空 全面倒的看多 我个人反而会紧张 我蛮喜欢看到我们还有空军在上面留言的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还有人看空 就代表这个牌还没找完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多头的老话 叫做空头不死 后面那句应该大家都会接嘛 对不对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多头市场里面 没做到这样多方行情 然后这又被嘎空 其实是这个最无奈的事情了 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是空手的呢 大概看到这样行情涨 也是会很酸 想说都没有做到行情 希望它崩盘 希望它大跌 但是你越是这样想 恐怕你可能越错失行情 为什么 因为你倒不如去思考说 为什么你会错过行情 你的看法 你的策略是不是错的 我觉得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永远要修正自己 而不是修正别人 因为你去修正别人没有用 你要修正自己比较有用 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一直看错行情 那看对的行情 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什么理由 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吗 还是用猜的呢 我想应该不是了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富兰克林 梁佩玲副总经理 佩玲今天瑞士央行又再次降息了吗 把利率降到了1.25对不对 对的确瑞士央行 这个今天这个举措 有一点超出市场的预期 因为其实像路透调查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分析师 本来是预估会降息一马 但蓬勃的调查 大部分都是预估会按兵不动 所以大部分还是揣测说 可能瑞士央行这个动作 应该是一个就是在 双方就是有部分的官员 是支持降息一马 有部分是支持按兵不动 在这方面的那种非常千军一法的一个决定 那当然我觉得主要背后的原因 应该还是在于 主要是在目前的瑞士经济的状况 其实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只有1% 明年虽然会加速到1.5% 但基本上还是处在已开发国家当中 是相对比较偏温 经济不好 对对对 那通膨的部分其实大概也都在 今年预估是在1.3% 所以也算是一个可温和的状况 所以这部分就让它有降息的空间 但其实今天晚上另外一个就是 英国央行要开会 目前预估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水准 那因为英国7月4号要召开 就是要选举 所以这部分大概会等到选后才会做 央行才会做进一步的一个货币政策 正常的一个动向 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一波的一个 包括了欧洲央行6月6号也先降息 那但是其实像联准会 甚至英国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都还按兵不动 甚至瑞士央行都已经降息两码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阶段其实在全球的货币政策上 是有一点分歧 那因为背后还是反映 影响各国的一个通膨 跟它的一个经济影响因素 是比较不一样的 像是可能欧洲的部分 它欧洲央行比较锁定的 还是在于要控制通膨 那欧洲的经济的确也比美国疲弱 温吞很多 所以让欧洲央行必须要先做降息的动作 那美国的通膨呢 其实不完全是供给面因素 也有包括需求面因素 就是经济比较有点 比较有强韧的状况 带动需求带动的一个通膨 所以这部分让联准会 必须可能要先维持 按兵不动比较长一段时间 但我们觉得基本上 现在的一个全球货币政策 看起来有一点分歧 但是如果进入到明年 2025年 应该还是会陆续往 这个降息的方向来靠拢 所以这样的话 当然对很多的债券资产 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 那联准会 依照你们的看法 是9月会降 还是说呢 是12月 11月应该是可能性非常低了 对不对 因为11月是 通常在选举那一个月份 是不会采取动作 而且它是同一周 对不对 选举是11月5号 它的会议是11月7号 对 所以在同一周隔两天 所以那天有动作 其实是不太适合 所以你们的看法 是9月还是12月 还是说9月12月都会降 其实以我们团队的看法 比较倾向于是12月才会降 对那除非说 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通膨数据 有很明显的降温 那像下个礼拜 就要公布联准会 最关注的PCE通膨 是礼拜五公布 那目前预估 不论是整体的通膨 是从2.7 或者是核心的通膨2.8 预估会降到2.6个percent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降幅 真的也就是非常的 蝸牛 非常的碎 但是至少有降0.2也不错 对对对 所以其实 对 那但夏季本来就 从基期的角度 本来就会是通膨 会持续的一个 会有 就是有一些激起效应 让通膨的数字下来 那所以说的确 这样子的一个放缓 也会对金融市场的情绪 也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就觉得 那通膨下来 联准会至少 还是会有可能 就是会有降息 两次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样对金融市场的维系 我觉得 多头的行情是有利的 那只是说 目前我们还是觉得 要真的达到2个percent 这一段路 可能还是有一点颠簸 那现在我们看到 美债值率已经明显下来 10年债已经跌到了4.2了 对 两年债跌到4.7了 最新交易日都跌了6个基点 那基本上 10年债大概从4.7左右下来 两年债大概从5%左右下来 其实都已经下跌蛮大一段 所以这个前波段的4.75% 是不是已经确认是高点了 在市的这个 也就是说价格的低点 都已经过去了 你们的看法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还是会 的确我觉得 如果以现在包括了美国 最近的一个通膨 不论是通膨数据 有明显的比较降温 那甚至在就业市场 还有在零售销售数据的部分 也有降温的状况 我觉得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是延续下去的话 对于美国的10年期公债值利率 应该是可以说4.75 应该是不太容易再去大幅的升破 那只是说我们以目前的状况 我们觉得要去大幅跌破 4个percent的铁板 应该也不太容易 所以大概就会维持在这样 现在的一个下幅的区间 那如果说 但还是会随着数据的一个 就是消息面来做一些摆动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 大概4.2附近可能 1 20个BP 这部分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一个 短期的震荡整理区间 因为美国的经济很明显 开始在转弱了 不能说变得很坏 还是转弱 你看昨天公布出来的 那个零售销售也不好 是是是 零售销售增幅只有0.1 0.1是低于预期的0.3 而且上个月4月修正到负的0.2 对不对 对 其实你可以从零售销售 因为本来消费就是 美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其实零售销售看得出来 像是一些餐厅酒吧 这部分是比较偏向于服务业 什么家具都不好 对对服务业的部分 是本来疫情后支撑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动能 那如果在服务业这一块都大 民众都开始出现一些精打细算的话 的确就会让整个美国经济下半年 看起来是有一些比较放缓 但我们觉得它放缓 经济成长放缓 但不至于会到失速的状况 所以还是有机会朝向软着陆的一个方向 那这部分对于整个股市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有利的环境 好那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说在地缘政治风险的部分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呃现在似乎以色列要对那个里巴嫩的真主党动手 以离之间真的会爆发战争吗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又影响到什么航运价格啦 油价之类的 你们的看法 还有就是说在那个乌尔之间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这几天普京又跑到这个北韩去 就跟金正恩见面了嘛 而且他们发表一个共同声明 说如果我俄罗斯被攻击 北韩是要来援助我 如果北韩被攻击 我俄罗斯是要去援助北韩 他有一个恶朝的互防协议 就是说一个一个一个这样 他当然没有说援助到底是要出兵 还是物资各方面武器 但他讲得非常明白 就是哪一方面遭受攻击 就是等于我们也我们也 我们就要出手的意思是这样子 嗯对 但地缘政治风险一直是今年来 会突如其来去干扰金融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变数来源 而且也是波动的来源 只是通常地缘政治这个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如果就今年来看的话 的确都是比较偏 非常短暂 而且是迅速反应啦 那这当中 当然其实先前我们比较担心的 就是刚刚孟华哥提到的 整个地缘政治 包括那时候鸿海的一个货运的中断 造成整个 包括了他的一个货运时间拉长 甚至可能油价那波也有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弹 但就短线上来看的话 看起来对于油价的影响 短线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明显 不过值得留意就是接下来7到8月 会进入到美国的飓风季节 当然也会 如果地缘政治还是非常混乱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对于整个油价的部分 倒是投资人要做一个留意跟提醒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就包括了就是俄罗斯 中国跟就是北韩这块的一个联盟来看的话 因为下个礼拜也会是美国拜登跟川普 虽然他们两个都还没有正式的 他们要第一次辩论了 精彩了 所以这部分当然其实在地缘政治上 也会是他们交锋的重点 那我觉得其实越接近选举 这部分的一个媒体新闻头条风险就会变大 那当然也会成为股市涨高之后的波动来源 你觉得他们两位老人家 编论焦点会在哪里 一定第一个 我觉得一定会先讨论经济 然后通膨的问题 对然后当然就是对外的政策 就是这些地缘政治 川普一定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做得好 拜登说你让道琼上三万点又怎么样 我让道琼上四万点 大家来比指数高 你三万点我四万点 我标普已经五千五千四块五千五了 好吧 反正这两个人辩论一定是很精彩了 看看大家到底变出现在什么火花来 不然我想这应该是一番唇枪舌战就对了 大家应该都是看热闹了 那实质的政策内涵应该也是不多了 要等对对对 好不管怎么讲 马上进入到选战热度了 这也是后面可能新闻的焦点 那大家就是拭目以待了吧 今天非常谢谢梁佩玲副总 今天接着我们的访问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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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